嘿嘿 東運走橋終於來到京都啦 我們在京都進行兩天一夜的行程 大家看下去吧 我們到達京都車站囉 現在要去找中餐吃 那我們來買個京都杯吧 我喝到了鼓雞的感覺 我們呢就是買車票是明天六點半離開京都 但是我覺得說好像再多留一下 現在再多拍點景點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試試看怎麼就換掉 就在這個人工售票亭啊 就是跟他換票就可以 大概只花個五分鐘吧 跟他講說我們要換到起點出發 他就把他換好囉 所以我換成是明天八點 接下來要帶大家上京都塔 好開心喔 拿到柯南的票券 我們看完京都塔 大概只要走六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東本院寺 它是另外一個景點王 東本院寺啊 建於西元16020 然後曾經在江湖時代的時候 就發生五載四次二分會 所以呢他在明治時代的時候 重建過 並且呢裡面有非常多重要的文化財 我們現在要去西本院寺 然後我們剛剛發現了 就是我們到了京都車站 找餐廳吃中餐 然後逛京都塔 拍完東本夜市 其實現在才兩點而已 京都就是一個還蠻密集 然後有非常多的 很重要的古蹟的地方 西本院寺啊 建造於西元的1591年 這邊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 古京都移植的其中的寺廟 在這個木製的長廊上 的戰步啊 滿能夠體會到 那種京都的風味 真的很像那種什麼 電影裡面 然後 數百年前的日本的感覺 從西本院寺 大概走路走十分鐘 可以到美小路夢園 在我後面超可愛的電車車 像是試店咖啡耶 我們現在逛完美小路公園 要去二條城 應該是會坐車去 不然就是它計程車 我們選擇它計程車 東橋京都計程車出體驗 二條城這邊啊 建造於1603年 曾經是德川家康來 京都時候的御所 那這邊是大正奉還 就是幕府吧 政權傳家的天皇收集 放在這地方喔 逛完了二條城 接下來帶大家去景視場 起司還有螃蟹 我們現在要去舞蹈晚餐吃了 這邊的地方真是越夜越美麗 超漂亮的 我們現在來到了京都壁逛的鴨川 非常推薦大家在鴨川旁邊 找個餐廳吃飯 或是呢 在旁邊悠閒的散步 我們現在到了鴨川 就是馬斯亞 然後這邊就是非常外國人 很友善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還可以超過外國人的 這道是鯛魚香壽司 這道是鯛魚香壽司 它這個飯壓得非常實在 所以非常有份量 然後再加上這個 鯛魚上面這個甜甜的醬汁還蠻大的 我們吃飽之後 現在在奇緣附近 晃晃取材 奇緣這邊啊 隨便走一個小巷 都是一個很好拍照的景點 準備回飯店繼續做一些事情 什麼事情 剪點片啊 我們現在到了原體站啦 今晚我們就要住在這附近的一個飯店的地方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大家晚安 早安 早安 今天是我們最後一天待在金曼神啦 對啊 現在我們要先去金閣寺 金閣寺的本名稱為陸院寺 它建立於1397年 也是因為它的核心建築物設立店 貼滿了金箔的裝飾 所以才被暱稱為金閣寺 經過一番舟車勞頓之後呢 我們從一到車站 我們一起來去福建道河本省 福建道河神社建立於奈良時代 也是西元711年的時候 那它呢 就是日本全境內四萬多個道河神社的總本社 同時也是以千本兩局所聞名的喔 來個豬肉串 這個豬肉蒜醬才五百塊 我覺得其實算蠻便宜的 醬汁還蠻入味的 但是它肉算有一點點便宜 然後這五天的訓練已經變得健壯多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Youtube一直沒有爬上波啊 那我們就要訓練一下我們Youtube的大腿 OK 清水寺是京都最古老的寺廟 它建於西元的780年 而且占地有13萬平方公尺 德川加光於1633年修復清水寺之後 也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樣貌 然後這邊也是世界文化一場之一 有很多國寶可以看 好 離開清水寺之後呢 我們要去三年版的二年版走走 嗯 濃密好吃 我們從二年版這樣子走走走走 現在到了哪邊呢 經過了奇緣商店街 這一條上面也是有很多那種傳統的日式的小吃啊 抹茶 冰淇淋等等的 大家可以來這邊晃晃看看喔 讓鮑勃酷勋 非常久 從找到一家餐廳 要在對的時間 然後找到對的地方 然後對的料理 然後跟對的座位 然後跟對的座位 其實這真的是 滿大的一個工程啊 晚餐還是進香料料理 調走 剛以入口我已經 好知道感動的說不出發了 以上就是這次京都兩天一夜的京橋Vlog啦 我是包博 我是文 那下次見 拜拜 拜拜 avana 步驚 二夜 公中共 辯